OK 我们回来继续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事件 然后 我们说了这个state 渲染的这段事情 这个其实来讲 现在 组件里面比较难的东西都已经出来了 大概出来了 下边我们就是查了补缺 来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要来说一下 这个状态和属性的区别 首先来看的 这个 我们要知道 这个状态是什么呢 状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state 当然来讲呢 状态里面就是 它和我们平常的属性 刚才其实这里面 我们能看到哪个是状态 这个就是state 这个刚才是 我们直接在里面加一些普通的属性 那么状态跟属性有什么区别呢 这里面要说一点 就是首先组件的状态是可变的 那么需要setstate才能触发render 但是这个组件的属性 这个有一点不对 不对 是这个props props是属性 props是哪个东西 是从负类传进来的这个东西 你看这是第四点props name 这个里面有一点 我们刚才其实没给大家说 就是负类传进来的这个东西 在子类里边 子类是不能改的 但负类能改 就是说你的副组件 是可以改他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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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props的 但是就是他传给你的时候 他可以改 但是你在这边是不能改的 你改的话就会报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组件的属性 在对于子组件来说 对于别人传给你的那个 那个props 来说 他是只读的 然后呢 但是他属性内的成员可编 一会我们再说什么叫成员可编 但是组件的状态是可变的 用set state 但是呢 他可变 但是你要想触发这个 这个render 想让他重划呢 必须用set state 才能触发 这个说起来很难记啊 我们我们写一段代码 然后给大家来看这个 这个意思 我们就把刚才这个拿过来吧 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改吧 Ctrl C 好 这里边呢 我们我看一下改哪啊 啊 props get element 好 在这个camp的时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首先给他 呃 一个呃 传个参数 一个A A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呃 呃 我们让他等于15 这个写法呢 就是他进去是个数 他不是个字符串 明白吧 我们让他等于A 你在这给了一个A以后呢 那么在这里边的任何一个地方 你可以呃 除了这个刚才我们看到state的A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再接到一个第四 啊 第四点 props 点A 这个没问题吧 好 那么在这的话呢 那么是 首先来讲 我们看 我们刷一下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出来啊 啊 这两个啊 中间加一个横线吧 这个 叠了一块 看不出来了 把这个 这样 好 呃 这个为什么 因为我底下给进来这个A是15 哈 算了 我把它改成5吧 这只是以正视听啊 就是回头别 别跟着各种捣乱 来个5 好 呃 刷一下 好 这是5 没问题啊 然后的话呢 我现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我现在做这么一件事情是干嘛呢 我 我在对这个东西state 这个东西state本来就是加1了嘛 在这个过程中 我对这个也加1 我们看一下效果 开始报错了 他报的是个什么错呢 我们来看一下了 呃 他说 cannot assign to read only property of a project 警号 object 其实来讲 其实就告诉你啥意思呢 就是我给你的这个props 呃 你可以用 但你不能改 就是我给你这个东西 你可以用 在这可以用 但是你在这不能改 能理解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是说 但是这个是只是子类不能改啊 这是只是在你 你你你这里不能改 上面一会我们会看负类的 在负类的地方 负类是可以改的 负类那个地方是可以改的 然后的话呢 呃 我们刚才也说了 组件的状态是可变的 刚才就是state的 但是只有在setstate的时候 才会触发runner 但是props这个东西 只要负类一改 它也会触发runner 后面我们再会 再讲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会看到说一个 呃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那个什么 它是不能改的 在这我们能看到 但是如果我就想改 这个怎么办 这是我给你介绍一个办法 你可以这样 你在这儿 啊 let obj 然后你把这obj给进去 这个时候啊 你别改它了 你改它 诶 等会儿 诶 我最近脑袋抽了 为什么这个地方 老想加个分号呢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好 看见了吗 可以的 也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如果你要想改数 它是说什么呢 是这个东西 props底下的 这个obj是指数的 你不要认为 你看现在这个东西能做 你不信我现在 如果我给它这么做 操作一下 props.obj 等于 比如这是b15 我要这么做 它马上报错 看到吗 还是报这个错 也就是说 它这个东西 它不允许你改 但这个东西 里边的东西 你随便改 无所谓 所以未来 如果你有一个东西 你真想用 并且你想在 这个负与子之间的 这个进行通信的话 事实上来讲 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object的里边去 明白了吗 你别直接改它 你把它放到它里边 就没问题 view也存在这个问题 view的那个 那个 进来那个 props那个东西 也不能改 这个不是说只有 只有这个react 有这个问题 那么你 但是你搁在这里边 它就可以 它就可以动了 可以用这个办法 然后呢 除了这个东西以外的话呢 我们还会看到 一个东西叫todron todron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现在把它改写一下 就是 我们原来说啊 这个给进去的 这个 这个组件啊 都是这种 要么这是什么 要么给一个属性 它都是一个单标签 也就是说 它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双标签 写成这样 而且呢 写成双标签以后 我可以写成这样 我可以在里边给它搁东西 比如这个 id等于 seaa-span 这个地方呢 是span id等于 s2 这是bbb 那么如果我用这个办法做了 我想把这个 就是你在 你这其实也是副组件 在掉 就是 就是外部这个组件 在使用组件的时候 给你传进去的参数 如果这个 我要 我要想获得这个东西 我怎么办 我怎么获得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参数呢 那这个东西怎么获得 这个东西获得的方法呢 是用那个todron 比如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在画的时候 就把它画出来 这是uil 杠uil 然后这个地方 是 这个地方是什么 大口号的对吧 因为又是this.pops 还是pops 但是tops底下有一个东西 叫 children children children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如果你底下这啥都没有 它是个undefined 如果你这有一个 它就是一个 如果你有多个 它是数组 它有三种形态 这个东西要搞清楚 所以你看 我这有两个的时候 我可以把它按数组去 那什么 然后map它一下 map它一下以后 里面又是括号 又是括号 等于大于号 然后后边是直接返回的东西 一个括号 对吧 前面这个东西是item 道号index 后面这个是一下回车 然后是 利 杠利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 p等于什么东西 item 这个item 这个item出来以后 其实是谁 item指的是这个东西 对吗 好 那么对于一个item 我现在如果 因为这个是数组 这是求准是数组 他拿到的item 是这个东西 就是你们现在 见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 这个东西 它就是 这个叫react的element react的元素 也就是说 首先 求准返回的是 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 每一个揣的是这个东西 揣的是这个东西 那我要想把se拿下来 怎么拿 有些同学说 我不会 你在这儿的时候 我这儿给你 这儿我写个a等于5 你里边怎么接 你里边直接用promise吗 那这个地方 如果这是一个item的话 拿它的se 也是promise 对吗 能理解吗 就这个东西是 这个promise 其实来讲是 所有react element所共有的 所有的写成这种形式的 你去拿它的属性 都是通过props去拿 理解了吗 好 home这个呢 home这是item 你其实来讲 可以直接就写个item 把item放进去 把item放进去 然后你可以 看一下它啥样 a和b出来了 但是它warning 你看啊 should be unique 不是unic的吗 给那什么了 ul 我知道了 它抱错抱的啥意思啊 我说一下 我们看这不给key了吗 哎 这是 呃 我呦 我是不是傻 我受不了了 好 现在这个就没问题了 你看它这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里边 直接给出来的是span AA 那么如果你想拿到 它里边的这个东西 怎么拿 你想把AA这个东西 拿出来怎么拿 还是pops 我们说过 它里边只有一个东西的时候 应该是children 看一下是不是 对吧 现在变成AA了吧 所以 children这个东西是干嘛的 就是你现在要明白 其实来讲 我现在把这个东西 你不要再想象 它是一个组件 是一个 因为所有里边 能传进去的东西 它都是一个react的 一个什么呀 都是一个react的一个元素 那么react的元素 怎么去拿它的 属性的东西 就是用pops呢 那么怎么去拿 它的里边的东西 就是children 如果有多个 children是数族 如果啥都没有 是空的 children是undefined 如果是一个的话 children就是里边的 那个下一层的 那个react的元素 明白了 那么这个是整个 我们要知道的一个东西 的这种东西 这样的东西